中华民国消防设备师协会理事长何秀冲 针对洁净药剂灭火系统国际标准进行分享 很开心的在大学大学举办洁净药剂的国际标准的消防的讲习课程 那这个课程是邀请内政部消防署、内政部建筑研究所 还有台北市政府消防局、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跟彰化的消防局 还有相关的产业的团体工协会等等 和一起共襄盛举 那今天参与的人非常踊跃 因应国际法规的修订内政部已在4月份修订了各类场所消防安全设备 设置的标准提升消防安全 因此特别针对洁净药剂举办的研习 帮助相关人员了解新法规提供更好的技术服务 今天特别引用了美国NFPA最新版本的内容 然后从内容里面去告诉大家 如何在面对洁净药剂的选用、使用人员的安全 以及工程在设计、施工、安装、测试、使用、维护保养 乃至于药剂、喷洒之后菜冲田的过程当中 能够做好这些相关的技术服务 在大学一直致力于力能研发 并积极落实大学的社会责任 很开心可以协助举办研习活动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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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